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有Shawn的安排 去试一试这个地方的资源怎样 希望这一趟会有好镜头带给大家 Longbok 经过三小时的飞行时间 然后我们终于抵达了这个Longbok 龙木岛 还要继续转移 赶往我们的最终目的地 到一个渡假村上 传统贬制法 很有特色的一家餐馆 我们来先吃个午饭 肚子饿了 整个早上只吃一点东西而已 这个印尼的特色美食 跟你们讲这个是什么鱼 看好像非洲鱼对吧 其实这个就是加雷鱼 在印尼这边它是属于上等的鱼类 然后到地的这个红纸鸡 我们要趁小船到对面的一个岛上 那边有这个度假村 未来几天呢 我们就会在那个度假村那边在那边住宿 就每天从那边出发出去钓鱼了 计划中是要钓三到四天 看情况啦 主要钓法 Jigging和popping 深海Jigging OK 这里的船呢 它左右两侧都有延伸出来的一个 好像平衡架这样 在海上面呢 没这么会摇晃 我们到了这个度假村 环境还不错 这个度假村 开启度假模式 环境非常优美 很期待这一趟的行程 在这样的地方住 然后且看看这几天资源怎么样 我们这几天拭目以待 这是我们的房间 通了 哈哈哈 哇 房间非常有特色 洗澡间 应该是这里吧 哎呦 那个洗澡间看 露天的 这房间非常舒服 很有特色 环境呢 也非常干净 度假的好地方啊 今天是来到龙木岛的第二天 然后现在是凌晨五点 我们准备要出发了 去争取找口啊 这种浪危险的 这种浪危险了 这种浪 三角浪啊 我们要 三角浪 很危险的浪啊 嗯 我们抵达了这个 bopping的标点哦 bopping标点 你看有很多暗溶在这边 这边的潮水非常凌乱的 很乱的 这边的浪好夸张哦 我第一回哦 在这样大浪 这样的情况下 状况下 玩bopping 站都站不稳啊 这个bopping的标点非常漂亮啊 这里结构很好 可是问题是钓鱼船啊 这种钓鱼船 它并不是bopping专用船 所以我们用这种船来玩bopping呢 其实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站不稳 而且它旁边没有那个栏杆啊 所以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玩起来就没这么舒服 不过无论如何 我们都来到了 我们都试一试吧 玩这个bopping哦 带这么重的装备 三残随远 来到这里 总是要给它派上用场嘛 然后我们这个争取这个找口 如果没有的话 等一下我们再去玩鱼 看这个钓场是很美哦 可是资源不好 而且这艘船 它的船身很低 然后今天又遇到这种三角浪 根本就站不稳 没办法站起来 玩这个bopping坐着来玩 非常的吃力 今天到现在中午了 一条鱼都还没钓到 哇 惨淡惨淡 玩这个轻型铁板钓 钓到这个GD啊 牛港牛港 hopping没有哦 然后jigging就钓到 哈哈哈 牛港牛港 龙木岛 哈哈哈 第一条小牛港哦 OKOK来钓后方来 Cash and Release OK 拜拜 Rulfine Traveller 哈 这个是兰奇 金骨哦 又是船长中的 玩赖金铁钓 钓到的哦 船长很厉害 你看啊 Sean钓到什么东西 哎呀 燕尾七星斑哦 这个叫燕尾七星斑 你看他尾巴 像燕子这样的 啊 今晚有好料咯 现在下午3点 哎呀 钓到没力了 又没鱼 没什么鱼 一整天只是 船长钓到这个GD popping没货 金银也没货 看来这边资源 并没有想象中的好哦 钓场是很好啦 一流的钓场 九流的资源 哈哈哈 希望不是吧哈 且看明天怎么样 现在我们要回去 回去渡假村咯 还是回去 休闲休闲好啦 哈哈哈 我这个是今天钓的鱼 哪里烧烤哦 燕尾七星斑哪里烧烤啊 然后这个 兰奇 牛港 金骨 鱼钓不好 吃就必须要好 哈哈哈 这个标点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这个 popping热门吊点哦 地理环境的关系 这边形成一个 潮水交汇的地方 然后它会形成一个乱流 所以一般经过这边都会试一试的 popping看看有没有货 然后很显然 我们没有货 哈哈哈 然后现在我们 往更远的地方去 去玩这个 jicking 小鱼小鱼一条 哎呀 Sean 终于啊 哎呀 终于中了中了中了 它的铁板啊 下到差不多要到底的时候 哇 立马被截口啊 软干西线 哈哈哈 深海鱼 还有多少线 超过一百米 还超过一百米啊 还顶不上来 它没有出线你就要顶了吗 它出线啊 它出线你就给它去 它没有出线你要顶了 顶回给fire 哈哈哈 好像很痛苦这样哦 不会啦 我几羡慕啊 看到流口水啊 哈哈哈 咬你的不咬我的啊 来来来来 加油加油 来加油 啊要到了要到了 看到了 看到海水 哈哈哈 上来了 哎呦 红红的 看过来一下 喂 像脸仔 哈哈哈 红宝石啊 喂 嘻嘻 耶 耶 喂 哇 红宝石啊 哈哈哈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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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红宝石红红了 哇爽啊 爽啊 爽啊 哇 哇 哇 红宝石 哇 哇 红宝石 哇 哇 看到吗 中间这个钩子没了 直接给它拉爆了 太猛了 直接断掉了 好强好强 这种货色肯定30公斤以上了 因为我的泄力哦 普通20公斤拉不出了 好不容易等到有口啊 结果是这样的绝局 我会也要拉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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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情啊,又在脱钩,二连败啊?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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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4,4,3,4,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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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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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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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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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路啊 蓝旗牛港 这个叫Bluefin Traveller 蓝旗牛港 来我们吊后放 蓝旗牛港 我们吊后放 好的开始 嗨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娱乐节旗 这一趟来到这个印尼龙木岛 主要是玩这个 popping和这个jigging 深海jigging 跟大家讲讲一下 来这边钓鱼 我所用的这些什么装备 popping方面呢 这边的结构呢 一般都是礁石很多 就是有这个巨浪打上来的地方 然后有很多礁石非常多 而且它这种礁石呢 是属于很类似火山石一样的 它有很多菱角 然后非常锋利 这种地方呢 也是GD的长生点 所以 杆子呢 千万就不适合玩那种 轻型这个popping杆不适合 我这一趟呢 就带了两把这个 popping杆子 一把呢 就是这个 Expert Graphite Blackstone 然后这个PE5-6 中型的popping杆子 这个是八尺杆子 我最爱用的一款 1万号的这个轮子 主线80磅前导150磅 然后还有带一把后背的就是 这一把 也是一样的Blackstone popping杆子 这个是PE8-10的 说真的啦 在这边 这样这种结构呢 PE8-10是比较稳妥 然后再配上 1万4的这个轮子 或者是1万8 5线100磅 然后前导200磅 至少都要150磅 说真的啦 这个PE8-10的popping杆子 这个装备会比较合适 在这边 因为这边的GD 你一旦中了过后 你绝对不能给它跑到教室 跑到教室 基本上就是完蛋 失败了 所以你必须跟它强硬对弓 把它顶出来 拉到深水区 这个装备必须要强悍 因为这一趟呢 就是个人呢 就想挑战一下了 看到这样的吊场 我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吊场 怎么有挑战性的吊场 poppingGD 所以想挑战自己一下 所以我就用这个PE5-6这一把 比较的主力 挑战一下自己的这个技术 然后结果今天 就遇到一只强悍的家伙了 结果没败 就败在那个popper的那个八字转不争气 硬身被拉断 好可惜好可惜 好说到这个jigging了 jigging这边一般就是八十到两百米 我带来的杆子是这个 Hammerhead 很多人都应该有看过这把杆子吧 Hammerhead 可是这一把呢是 Hammerhead PE4.5 很多人看到的都是PE3.5 可是这一把是4.5 PE3.5呢 你的铁板重量可以用到400克 可是这边的水流呢 相对比较急 所以这边要用的铁板一般都是在300到600克 所以PE3.5那把就不大合适了 Hammerhead PE4.5它可以是到600克 你用的铁板可以达到600克 所以非常合适 在这边玩这个slow jigging 非常合适 什么轮子都可以 就是骨轮 然后你至少可以容纳400米的线 40磅 当然你可以容纳到500米更好了 然后前倒也是40磅 这个呢就是基本我带来的这个装备了 明天还有一天 slow jigging就还没掉到好货色 明天我们再继续干 谢谢大家